西方不僅是音樂有一個系統 而是實際上它也不早了我們幾多 一百年左右已經比較有制度 這是清楚的 人家是有制度 譬如記譜比較完善 一來到中國嚇得嚇死你 但背景是什麼呢 背景就是中國當時經濟上、軍事上弱 人家船堅砲離 當時完全接收了 亦都以為西方這個運作 你學了人運作沒有問題是學到的 接著連別人的語言以及美學幫忙 這裏損失的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本身的texture 本身每件樂器的關係 它不是建基於西方的harmony 當你覺得我們沒有harmony的時候 學回來的時候 就displace 取代了我們本身有的積體 即是音樂和樂器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經虎和唱康的關係 譬如半周經虎徐蘭苑的師傅 和梅蘭芳的關係 他們兩個之間不是齊的 還有一個很清楚的音樂關係 我們一用了西方 就沒有了這件事 廣東音樂也是一樣的 我們不會重複同一件樂器 但是崔潭拉打 譬如笛子和疑虎 大家是不會撞的 你長音我就不會跟你一起長音 我就有些東西變化 彈撥的有些細緒的音 即是一點點的音 我們延長的音 大家互相配給大家聽 就不是作出來的 即是不是編出來的 中國這些傳統 一去到有左曲家有編曲家 這些門沒有了 這些實際上是很多年的傳統 如果你一早人玩了20年 那種東西又沒有寫下的話 只是靠大家的感應或者默契 這件事一接受了西方 一般中國在當時自己沒有什麼制度 都對自己不認識 最慘的是對自己不認識 於是將西方那套一拿過來 就取代了 我們經常說改革 改良改甚麼 沒有問題的 不好就改 或者不方便 或者音不準也要改 樂器就不好 但問題是當你自己的傳統 你都不知道是什麼 你改什麼 那就改了 第一件事你要先知道自己是什麼